糟 delivers his cute butt 詞曲及素曲 ính殺被握 2000 頂多 好, 且當我在這裡講好了 因爲我其實要操作電腦 然後讓我走來走去 這個地方那個東西很不算很容易 所以就且當我在這裡 可以在這裡 那你不會介意我的屁股第一 不會 racket 好,那各位好,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我是柏強 那據說,如果假設你很有名的話,你演講的時候上台,第一句話就是重點,是不需要自我介紹的 像有人聽過賈國師上台的時候自我介紹嗎?沒有嘛,對不對? 他不會上台說,各位好,我是Steve Jobs,我是Apple的Brother,他不會這樣講 那所以因為我不夠有名,我就得要先自我介紹一下 那我在白天的工作呢,主要現在是一個Project Manager 那台灣你知道嘛,就是大部分的小一點的行業來講 如果假設是Project Manager,通常他都順便兼具著Project Manager的工作 就兩個混在一起啦 那所以是Project Manager跟Project Manager的混合體 那我在用的一個東西是KKTIS 那今天也非常歡迎各位用AQPUS來報名,參加一個KKTIS的研究 那我曾經是在一個國際的Open Source Project裡面做Community Manager 做了一年多 但是在那之前其實我也參與那個Project Manager 再等會提 然後接著呢,我也曾經在一間廣告公司裡面做過UED 就是User Express Designer 那學一些就是使用者研究的方法這樣子 那再往更前面,在我膝蓋中了一箭之前 我也曾經是個Software Engineer 那我自己的技能點數點比較是網頁的前端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這個地方我還是很有興趣 我最近在看的是WebVR的東西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我們可以多聊一下 不過白天的東西其實不是真的那麼重點 為什麼? 因為其實今天之所以會在這裡 主要是因為是Open嘛 Open相關的東西 那你知道對超級英雄來講 白天的工作都只是Cover而已 真正的重點是晚上的事情 晚上要做什麼? 那晚上我是做什麼事情呢? 我在Creative Commons這個社群 從2007年到現在 它是一個做開放內容的一個東西 也許等一下我們有機會提到 不過今天的話可能有點困難 時間比較短一點 那再來 剛剛我提到說我在某一間公司裡面 做Community Manager 那間公司叫做Mozilla 有聽過這個公司的情緒嗎? 好謝謝 這樣大概二分之一以上 但是我下面這一個講的名字 應該更多人會知道 那一間公司它最有名的產品 叫做Firefox 好這下我聽到 看到所有人幾乎都點鬥了 它是一個產品的名稱 比公司名稱還要有非常多的公司 那從我在2011年的時候 在台北的辦公室裡面 做了一年的Community Manager 不過實際上我在更之前 從2002年開始 就在這個社群裡面做事 那一開始做的是跟翻譯有關 然後後來做協調 然後協調網站的東西 跟協調志工的力量 然後來把東西推出去 再來從2007年開始 我在應該是亞洲 就是比較 如果是亞洲最大的華文 那就是全球最大的華文了 其他地方也沒有在辦 華文研討會 就是做Open Source的研討會 叫做Costcard 這個在台灣每一年 在暑假的時候都會辦 那今年來講是從中國跟日本 香港一大堆地方都有人來參與 一次搬大概都十三軌 十四軌 大概兩千人左右的規模 在台灣每一年都有 門票是免費的 所以我們完全全是靠 就是各位善心的大大跟贊助 來協助 來在裡面幫忙 那這一個活動 大概會早上 可能是因為現在過了這個態度 就是我在開關文化基金會 從這個基金會成立開始 到現在是其中董事會的前面之一 那真正要講的東西 可能是跟這些東西比較有關 因為它都是跟Open這個字相關的 我身上穿著一件 I love We Sorry We love Open We love Open 那這一個字 我不知道大家對它有什麼想法 什麼是Open 把原始碼給你看就是Open嗎 或者免費是Open嗎 或者讓你隨意的使用是Open嗎 這個問題其實是一個大哉問 為什麼呢 因為你知道語言這種東西就是很模糊 就算我們兩個用一樣的詞語 搭配著字典 我們兩個講的意思 可能還是會有一些不一樣 所以在這邊我想要做一個小小的活動 我想邀請各位在三分鐘裡面 你手上應該會有紙或筆或電腦或iPad或什麼手機 什麼的 麻煩你拿起來 然後準備開始腦力激盪一下寫下來 在三分鐘裡面我希望各位幫我寫十個 十個 什麼叫做Open 什麼叫做Open 十個喔 那就廢話不多說因為時間不多 那我們就計時開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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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一 OK 好 我看到你們鬆一口氣的感覺 來,先問一個問題 已經寫完十個的舉手跳了 一、二、三 還不錯 比例上還算滿OK的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有的人會完成,有的人第一次練習 所以可能會比較辛苦一點 不過接下來才是有趣的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實際上展現一下 什麼叫語言的模糊性 我等一下會一個一個問 問到一個答案的時候 就麻煩跟他答案類似或近似的舉手一下 我可能會請他多解釋一下 所以你們兩個的意思只要很像就可以了 比如說 免費跟不要錢可能是一樣的意思 比如說 所以你自己judge自己就好 我也不會judge你 你自己judge之後就是這兩個詞跟很像就可以了 好來,給我一個答案好不好 沒有限制 沒有限制 這個需要解釋嗎 稍微解釋一下好了 怎麼樣沒有限制 就 有,很相信的時候就開放 開放沒有限制 開始有點套套邏輯了 怎麼辦 沒有限制 有會跟他一樣的舉手一下嗎 沒有限制 沒有限制 OK還是有一些號 你呢 可以被了解 被了解 被了解 這個可能真的需要多解釋一下 就是開放是一個 大家可以一起來看這件事情 還是比較公開的事情 比較公開 然後大家可以一起看 好,有沒有跟大家近似的 OK,這個比上次張一個多一點 好,接下來下一位 可以接受修改 可以接受修改 好,這個應該不需要解釋 有沒有跟他差不多的 可以接受修改 好,也有一些 跟上一個差不多 每個人都會貢獻 每個人都可以貢獻 這個開始進入比較深一點的東西 有沒有跟他一樣的 每個人都可以貢獻 好,也有 也有一些 都講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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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 免費 有沒有跟他一樣的 也有一些 不過意外的倒是不太多 還不錯 願意分享 願意分享 自己願意分享 跟他一樣的 OK,謝謝 用了不會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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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跟他一樣的 這是個很不錯的東西 打開拆開的 打開拆開的 沒錯,謝謝英文老師 來,有沒有跟他一樣的 打開拆開的 打開拆開的 好 居然沒有耶 太神奇了 都沒有人想說 這個詞會有更簡單的解釋方法 打開拆開的 真的沒有 只有一位 好,還有沒有 學習他人的思考與設計的方式 開始有點深了 可以學習他人的思考與設計方式 學習他人的思考與設計方式 其實跟剛剛那位小姐講的 開始有一點相近 因為他說可以被了解的 可以開始去學習他 怎麼去做 好,有跟他很像的 舉手一下好不好 跟他很像的 意外的沒有耶 好,意外 好,意外 互相信任 互相信任 OK,好 互相信任這個詞應該不用解釋 有沒有跟他一樣的 舉手一下好不好 好,沒有 今天穿跟產權有關係的東西 搞不好等一下會講到那個東西 隨時都可以加入 然後都可以退出 隨時可以加入 隨時可以退出 好,這或許也是一種開放 來,有沒有跟他一樣的 1 2 3 4 稍微少一點點 可以協作 可以協作 可以互相合作的 跟剛剛前面有一點點像 有沒有一樣的 可以協作的 意外的比剛剛多一點點 很奇怪 是這個詞比較容易理解嗎 還是 好 就是實際上都是可用的 保持一個 讓大家都去取得一個狀態 大家都可以取得 好,OK 這個跟 怎麼用都不會被告 也有一點相近 當然怎麼用都不會被告 更進一步的去討論到 他在法律上面的層面 不過 經由剛剛這個 這個小小活動 我們今天大概沒有時間 每一個人都走完 之前三個位每一個人都 都要講到一個 你會發現說 大家的答案就是50個人 結果不是會有50種 甚至50個人會有100種 這個可能 那 What's up 好,OK 我所謂我先自己講 那 所以我們發現說 要定義開放這個詞 如果你不把它限定一下領域的話 這可能會有點困難 什麼叫開放 它本身就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會把 這個題目本身 再做一點限縮 我們實際上要講的是 在open source的領域裡面 什麼叫開放 所以我今天講的會有 非常嚴格的定義 因為是在open source的領域裡面 什麼叫開放 所以當我們在講說 有時候其實像 比如說 今天才有一個新聞出來說 科技大雷台 反正一個活動 一個 我忘記拿一個科技部辦的一個活動 它的某一個東西 有丟出來給大家 但是禁止商業利用 那這個時候 我們不認為它是開放的 但是它宣誓它是開放的 所以我們就開始去 跟他們去協調說 就是 其實你哪個地方環節卡住了 我們要幫你啊 然後幫你協調 然後今天那是說 真的完完全全開放了 真的是不限制商用 就是大家可以用 所以我們會有一些 比較嚴格一點的準則 去判斷說 有什麼東西叫做開放 什麼東西叫做不開放 那我們實際上在用的定義啊 比較常見的是 這個東西 這個是英國的 開放知識基金會 它所定下來的 定義叫做開放定義 你可以上網直接搜尋 開放定義 它現在最新的版本是2.100 那這個定義裡面呢 其實如果假設你沒時間的話 最重要的是一句話 好我還唸一次 當知識是任何人 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存取 使用修改以及分享 且最多僅受限於注引出處 跟保持開放的尺度時 它才是開放的 好保持開放尺度 可能有點難理解 希望等一下可以講到 這跟授權啊 license啊 會有一些關係 那為什麼它會這樣定義呢 它甚至在定義裡面 還特別講到說 我們所謂的開放跟開放原始碼 以及自由軟體 是非常非常相近的 裡面的自由跟開放是非常相近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定義呢 原因之一是因為 寫那一份開放定義的人 本身就是從open source社群過去的 所以它就信仰的是同一套東西嘛 那第二個原因是因為 不管這個世界裡面 很多很多現在各種開放 open data open design open bla bla 一大堆東西 它的open都源自於開放文化 也就是它的根源自由軟體這個運動 好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必須得來看一下自由軟體 它所指的自由到底是什麼呢 自由軟體裡面的自由 也是非常嚴格的定義 你知道程式設計師 喜歡嚴格的定義 所以他還蠻容易去判斷的 第一個是使用的自由 第二個是研究的自由 第三個是散佈的自由 第四個是改良的自由 那這四個各自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現在假設有一個東西叫做 自由箱子1.0版 自由箱子 那我們所謂的使用的自由是 任何人都可以因為任何目的 使用那個箱子 任何人都可以因為各種目的 使用那個軟體 這是自由之靈 自由之靈 如果這邊有 這邊有沒有資訊界的 資訊界的舉手一下吧 資訊界 有一些 你們開始有沒有感覺到一股親切感 他是zero based的耶 哇賽 好 那另外呢 自由之一 他有研究那個軟體如何運作自由 這跟剛剛講的就開始有一點接近 所以有一些人開始觸碰到某一些重要核心 像這個箱子 他可以改裝這個箱子成為他想要的樣子 或者說成為他需要的樣子 因為他有自己的需求嘛 所以當然拿到箱子 他可以改裝 那所以我們也應該有研究這個軟體如何運作自由 那並且我們可以修改 以符合我們自己的需求 自由之二 我們可以重新散布這個軟體 這邊畫的可能會有一點 稍微會讓大家誤解 但是我先用我的話來重講一次 就是 假設你拿到那個箱子 你想要把它分給別人 你是可以分給別人的 當然如果他是physical的東西的話 可能不是那麼好分 畢竟他的複製是需要成本的 但是software其實相對來講非常容易 他的copy幾乎是零成本的 扣掉電力啊什麼東西之外 那幾乎是零成本的 所以你拿到那個箱子 你一旦擁有那個箱子 你應該有權力去把這個東西散布給別人 分享給別人 那自由之三 也就是最後一項 是你有改善 並且把這個改善過後的東西再散布出去的自由 這個跟剛剛的一個差別是在於說 就是前面那一個是說 你不管改不改你都可以分給別人 這個是你就算改你也可以分給別人 這個在法律上面會有一點點差異 所以他把它拆開來這樣子 這個四個自由啊其實有一點像是 他的邏輯其實蠻嚴密的 那如果假設你是科幻的能手的話 你可能會想到 有一個東西叫做愛希莫福的那個機器人三定律 他就是非常嚴謹的一層一層一層下來 然後組合成一個嚴謹的邏輯 但是就算再怎麼嚴謹的邏輯 都有一些模糊的地方 剛剛講嘛語言是模糊的 所以為了要降低這種模糊性呢 大家先記好這四種自由 我們接下來要進入自由小學堂的時間 如果等一下我舉的例子 你覺得他有可能是自由軟體的話 就請舉手 還記得剛剛的四大自由是什麼嗎 你有使用的自由 你有研究的自由 然後你有散佈的自由 然後跟你有改良的自由 記得這四個 第一個例子 狀況一 某個軟體售價新台幣20萬元 那你購買以後 可以取得原始碼 並且修改之 散佈之 沒有其他限制 好 你覺得這可能是自由軟體 請舉手一下 好謝謝 我換個方式文 你覺得這不是自由軟體 請舉手一下 好OK 為什麼這不是自由軟體 給我一個大家好不好 後悔舉手嗎 好那下一個好了 真的嗎 不要逼人講話 因為他要先取得 因為他要先取得 對 要先取得送權 好 再多講 你後面加了兩張 要花錢取得那個軟體 要花錢取得那個軟體 OK 有沒有答案跟他一樣的 剛剛舉那個說他應該不是自由軟體 有沒有答案跟他一樣的 好OK 謝謝 我們回想一下剛剛的四大自由 你們跟錢有關係嗎 答案就是沒有耶 嘿嘿 所以其實自由軟體是可以收費的 愛收多高收多高 因為真正的關鍵在於說 他說我拿到了那個軟體之後 我應該擁有 巴拉巴拉巴拉 四種自由 所以為了要拿四種自由 我需要取得大學的喜馬 不然你沒辦法學習嘛 你只看到軟體外面 你沒有辦法學習裡面的東西 那 所以你一旦拿到軟體 其實你只要能夠用 非常低門檻的方式 拿到source code 這樣就符合了 那至於你本來拿到軟體 要花多少錢 那不是他關心的範圍 因為這一個四大自由的提倡者 一開始提倡者 Richard Stallman 他說 他的自由軟體這個詞 真正的重點 只在於自由 其他東西都不是重點 所以他沒有打算 要跟商業什麼東西為敵 反而他還非常歡迎 他們在網站上面 有寫一篇說 我們覺得軟體設計師 應該要努力的去跟大家 就是要跟大家收錢 收什麼東西都OK的 這個是他不反對的 不過相對來講 拿到軟體的人 應該有散布的自由 這樣就好了 所以他真正關心的 只是自由而已 好 第二題 某個軟體 可以免費在網路上面下載 那在網站上面會一併提供原始碼 它只有一個條件 叫做 這個軟體不可以用在壞事上 好 各位 有覺得他可能是自由軟體的 請去收一下 好 謝謝 那反過來再問一次 覺得他不是自由軟體的 請去收一下 喔 這是多了 來 為什麼 因為他們應該限制他的用途 喔 OK 好 這個 同學有專訓上課 老師很高興喔 好 剛剛有提過嘛 無論任何理由 沒有任何限制的使用 所以他的 不可用在壞事上 其實就違反了 為了任何目的的使用的自由 那我上一次上課的時候 有一個同學講了一個 蠻有趣的想法 他說 可是那 那這樣難道我就可以拿他去做壞事嗎 倒是也沒有這麼講 你可以去買刀 不代表你可以拿去捅人 這是兩回事 其他的壞事那些東西 所謂的壞事 我們先不考慮道德上面 怎麼judge 先不考慮這件事 壞事上面有別的法律會去規範你 他不需要在這邊處理 好 第二方面 當我們要談到judge的時候 到底什麼東西叫壞事 它其實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比如說 你在某些國家 如果你身為一個女孩子 你是不可以 脫著面罩 沒有面罩在街上跑的人 對他們來講 那個也許是壞事 台灣不會吧 所以 當一考慮到道德層面的時候 事情就會變得很複雜 那在自由軟體的四大自由裡面 雖然提倡者說 他覺得 如果不遵守這四大自由 而釋出軟體 是不道德的 他用這麼強烈的詞 但是他在設計條件的時候 剛剛好會完全避開你 需要用道德的方式去判斷你的 的東西 剛好會全部完全避開 這樣子 所以不需要用道德去判斷它 好 第三個問題 某個超商找了一間公司外包撰寫軟體 那七月上面聲明 該超商在取得軟體的時候 以後可以依據他隨附的原始碼修改 這個都無所謂 他可以改 那原始軟體呢 跟修改的成果 都只限該超商使用 大家開始淺淺的微笑 好像已經發現我設的陷阱在哪裡了 那我們就來直接問一下 你覺得他可能是自由軟體 請舉手一下 OK 你看 通常第三個問題就 大家就會學聰明的發現說 就是我第一個問的都比較 有可能是錯誤的答案 好 所以他是 他不是自由軟體 為什麼 你可以告訴我為什麼嗎 因為他應該有散佈的自由 對 他應該有散佈的自由 那這個散佈的自由啊 是不會限制對象的 所以他不能夠限制說 我只能夠在該超商內 那第四個 也就是最後一題 某個軟體售價 新台幣1998元 那網站上面 他是不提供原始碼的 不喔 不提供原始碼 消費者在購買以後 會從寄送的軟體光碟裡面 獲得隨附的原始碼 小強 也就是本人我 還沒有這套軟體 那寫信去給那個廠商 跟他說 我有興趣想要你的原始碼 雖然我還沒有軟體 那結果該廠商不給我 他就拒絕了 請問 這可能是自由軟體 如果你覺得他可能是自由軟體 請舉手一下 有可能 有可能 對 有可能 或者反過來問 你覺得他不是自由軟體的 你已經很肯定他不是自由軟體的 請舉手一下 好 請我們走一下 不好意思 這一側都比較靠近我 所以比較會問 為什麼 應該是我們學習的自由 OK 好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陷阱 就是 沒錯 有學習的自由 這是真的 但是啊 但是啊 剛剛的四大自由有一個前提 就是你取得軟體以後 你擁有對那個軟體的 自由 那還沒有學軟體之前呢 他是 沒有先 沒有這個地方的 條約的 所以 還是有可能是自由軟體 因為規則上面是 擁有軟體的人要研究自由 那所以這個地方有可能 他有可能是自由軟體 好 所以 這四個東西呢 他應該比較 讓大家大概多了解一點說 就是 好 這是自由軟體的規則啊 然後跟那個 他的限制是什麼這樣子 那 這是自由軟體 他在意的 就是 自由 這兩個字 他在意的都是自由 好 那 這個自由呢 他的相對的東西是什麼 這個自由軟體 他相對的東西是什麼 有的人可能會 有一些常見的誤解會說 是商業軟體啊 雖然定義上面也不是 但我個人其實也不喜歡 這麼講 為什麼 有一點誤解他的行為 誤解他的行為 他實際上真正的 對自由軟體的信仰者來說 他的敵人是 私權軟體 就是要把自己的權力 獻得死死的 你必須得要透過授權的方式 跟我用花錢也好 或者交換也好 才能夠把我的東西 去用我所 就是去複製給別人 或者去修改 這是私權軟體 那這邊都討論到一個事情 就是權到底指的是什麼 這邊的權是什麼 剛講自由嘛 自由要授權 授權 那私權軟體 權是什麼 在這個領域裡面 比較關心的是 智慧財產權相關的東西 那智慧財產權是一個 其實算保護著作人的法律 在法律上面 至少在台灣來講 當你把一個著作給弄 做出來 那你就自然而然擁有權力 因為我們是權力保護主義 我們是那個創作保護主義 所以你自然而然擁有權力 不需要去登記 制作權是不需要去登記的 至少在台灣來講 有一些國家還是需要登記的 台灣人家都不需要登記 那你一旦把東西創作出來 你就擁有好多好多的 關於你自己的專屬權利 比如說你創作了一首歌 你擁有它的公開播送 公開演出 等等權利 你擁有好多好多權利 那這個東西其實 如我剛剛所說 它是為了要保護創作者 因為你偶心立切的 弄一個東西出來 法律上面先給你一些保護 這樣子的話別人發現說 其實創作是有回饋的 那我就也願意去創作嘛 所以它本意是這樣子 那不過在現在來講 它的狀況是有一點點 過頭啊 怎麼說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影片 之後它會被揮演的 成功後 寫了一個公開 寫了人的權利 給予所有人 擁有解分開,共用 寫和用作為自己的 作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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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一切我能解決 這個 裏面積的 是一個重要的主題 做成為作為 創作為新的文化 這同樣的手段 帶出很多人的 流星的角色 像 《Frankenstein》 《Dracula》 《Sleeping Beauty》 《Alice in Wonderland》 《The Wizard of Oz》 《Hercules》 《Pinocchio》 Dr.Juckaloo,Mr.Hide,Captain Nemo,PalmUnion,Tarzan,KingArthur,RobinHood,MobyDick,and many,many more All of them were created by artists long ago and are now in the public domain Great for us to use to tell our own stories You can make them play soccer Or fight a space battle I want them to make out Oh yeah,let's see that Whatever you want Because these characters now belong to all of us It's a little something I like to call The Circle of Rights So you're saying that everything that light touches will one day be mine? Nope,not anymore In 1998,Mickey Mouse was about to enter the public domain To stop that from happening,Disney and other companies Lobbied Congress to extend the term of copyright by decades Just so they could retain ownership of him and other characters Now,all those characters that would belong to us BELONG TO THEM Oh no!I'm- I'm- Co-founder of the Center for Public Domain at Duke University Hi Adam,Hi Jake Because of these laws,Nothing's entered the public domain for years In fact,No publish work led to the public domain until 2019 Books,Songs,Movies,Even scientific articles are stuck in a legal limbo Until the last 50 years,Every generation in American history Histories had free and legal access to the creativity of the past 他們可以學會從它 他們可以建立在它 現在所有的創意是藏起來 而且真正的 irony 是沒有人明白這更好比 Walt Disney 雖然的 Disney characters 被取得了直接從公司的空間 甚至《Breakthrough Mickey》 cartoon 《Steamboat Willie》 是基於《Buster Keaton》的電影從1928 神經病 那是可憐 可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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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剛剛講了一個其實蠻重要的問題 其實如果你去看《著作權法》 它的上面寫的字 它的一開始立法的宗旨來講 它是一方面保護創作者 二方面它也要鞏固文化發展 這個文化發展它所使用的方法 是依照保護領先 使用保護領先 鋼體的保護領先 以台灣來講的話 是《著作權人》死後加50年 在… 這是博恩公約啦 就如果你都要博恩公約 那假設我們 假設TPP那個東西還會發動的話 還會簽的話 那以後我們可能就會變成終身家70年 好 那也有人在醞釀終身家95 那你知道它一開始是多少嗎 一開始其實是發表後14年 你看現在跟以前那個時候 保護領越來越多… 這個是一大堆人去剿厲害的 那現在顯然目前的狀況來講 在你發表作品之後 如果你不好好的去告訴大家說 你可以怎麼用的話 那要等到你死後 你的孫子的孫子 他們那一杯才能夠自由使用的 就不太一樣 那所以這邊是一個反思 就是… 剛剛講的那些自由軟體 或者說後面後續很多很多自由 怎麼弄的東西 開放什麼弄的運動 其實對於這件事情的反思 那因為我們自己比較是站在一個想法 所以這個想法是 創意這種東西 它不會是五中生有的 雖然你怎麼樣的有創意 那個創感覺好像從零到一嘛 實際上絕大部分的情況之下 我先不把話說死 但絕大部分的情況之下 我們都是施法天理 我們都在學習著生活裡面的東西 然後創造出來一個 我們自己覺得是從零到一 但實際上從好多的錢人裡面 拉好多好多的東西 然後構成我現在的想法 但它叫做無中生有嗎 我覺得這是一個可以想想的問題 不是一定是怎麼樣 大家可以想想 那我時間還剩一點點 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分享兩個東西 第一個是關於open source這個社群 或者自由軟體這個社群 它蠻常有的一些態度 然後讓大家了解一下 說可能這一群人是怎麼樣的 第一個態度是歡迎補罪 什麼叫補罪patch 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假設台下現在有律師在場 等一下我講錯了什麼東西 偷偷告訴我一下 或者公開告訴我也可以 我不是很建議 那我就會修改我的下一個東西 這個歡迎補罪其實是 怎麼說呢 一開始當然是說 我們都open mind 然後是歡迎大家來做一點修補 那其實你可以往另外一個方向想 我覺得絕大部分人會覺得 open source的人是很利他的 很佛心的 實際上我們來轉個腦袋看看 歡迎補罪的意思有可能是什麼 有可能是你行你來啊 我今天做到就這樣子 不好意思 剩下如果你願意再多 好好好 ok喔我沒時間了 你行你來啊 你來做啊 反正我歡迎補罪嘛 好 所以很多很多想法你有辦法從 他的角色去想 也有辦法從粒子的角色去想 好我等一下會再舉一些粒子 然後再來 也一個蠻重要的就是我們會避免重共 好因為 這句話也衍生出來一個叫做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這是 蠻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遇到真正的高手的話 他們的高明之處 不在於他自己可以變化萬千 而是他先融會了其他東西之後 他知道怎麼樣是最短途徑 有可能確實是自己做一個 有可能是找到現有的去用 這是真正的高手 好 再來 即早釋出 好 時時釋出 這是一句 幾乎是open source界的古驗 release early, release open 這一句話他本身呢 現在也影響了非常非常多的東西 包括 如果你跟我一樣也有學過一點點的 UX的設計 使用體驗設計的話 你應該還蠻知道說 我們蠻講求literary 就是蠻講求那個疊代改良 做一點點 丟出去看市場反應怎麼樣 如果假設我對了 OK我再繼續做 如果假設我不對 趕快剩那一點點的時候再來修 這就是release early, release open 所以當時我從 這個軟體工程師的角色 然後進到做UED的時候 其實說實在我還真的無痛升級 就是過去那個地方的概念 我非常非常可以接受 因為那一套就是我在運行的做法 我完全ok 反而對一些人來講他比較完美主義 會想說我自己要做到底 然後把他做到好再丟出去 這兩個有一點衝突 現在來講是比較傾向release early release open 再來還有一個點是他常有分合 所謂天下之士嘛 那既然剛剛講了說你有使用的自由 散播的自由改良的自由 研究的自由 那你可能可以想像的到說 我剛才有講說你來 你行你來嘛 所以我做出來一個東西 有可能別人覺得你的東西不太好 有一個東西我要改正 那他就改了以後就分出來另外一個版本 那這個時候就有兩個相近 但是又不完全一樣的東西 但是是世界上運行 不過剛剛這是分 那也有可能是合 就是我看到他那樣子改 其實說實在他是對的 我當初拒絕他那樣改 所以他自己改了 那我拒絕他改以後發現說 其實這個真的有用 我當時想錯了 所以我就又跟他合在一起 我又決定說把那一套功能再拿回來用 變成主幹之一 然後再繼續做 常有分合是一個蠻常見的東西 那我們在做Open Source Project 或者Open Source Project的時候 蠻會在意一些態度的 第一個是我們想辦法以小博大 以小博大不見得代表我本身資源就少 雖然確實常常Open Source Project 一開始的資源確實很少 但是現在有很多大公司在發行Open Source Project 他要的是什麼 要的是Leverage 別人的力量 Leverage外界的力量 外界永遠有比我公司內部 還要龐大的資源 因為是整個外界嘛 除非你是整個地球 那這個時候我就會跟你說 可是整個音樂器有你 就是講不完啦 所以以小博大 那這個地方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是要Open by Design 以前我們會說Open by Default 意思是說 我預設這個專案的態度就是Open的 但是我們現在講Open by Design 因為我們發現有的時候 你Open by Default 結果只是把東西丟出去 也沒有社群要來啊 來了 我不知道怎麼應對啊 或者說來了太大量 糟糕 我自己支援他們的能力變低了啊 所以一開始就有一些想法說 我到底是為了什麼 要做這件Open Source的事情 然後我到底符合我的商業模式嗎 或者說我要從那個社群裡面拿到什麼 那同時間我可以拿出來 拿出什麼東西給他們 吸引他們再來 這些東西都一開始都先想好 然後想好以後丟出去 丟出去再改 再丟出去再改 Open by Design 這是我們現在 蠻喜歡維持的一個態度 那再來還有一個 看起來也很利他 放下自我 成功不必在我 甚至不必是我發起的 這句話你可能會覺得說 剛剛不是說不要講道德嗎 為什麼 因為感覺已經道德 我告訴你 這句話有一個完完全全立即的想法 怎麼說呢 反正你做出來我也可以用嗎 因為我是自由軟體嘛 丟出去之後 你也自由啊 我也自由 那你做得很好 你做啊 我只要用就好 我不是也很爽啊 對不對 所以很多的東西 你有兩面的想法 我自己個人在這個社群裡面 其實這樣子做 剛剛說說2002年開始 到現在十來年嘛 我自己個人覺得說 我在社群裡面獲得的 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而不是只是 付出而已 說實在我付出的是不太夠啦 我自己覺得不太夠啦 那從以前到現在這樣經驗 一直累積下來 我慢慢的覺得說 其實這個地方有很多 立即的層面 你可以去看它 而且立即的時候 同時剛好可以立它 一切只是那麼湊巧 那麼隨便 那麼的順便就完成了 所以 這些東西是 有一個人 他有寫了一本書 然後那本書呢 是他收集了一大堆的格言 這本書的名字叫 《教堂與世集》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網路上面搜尋這本書 他有開放英文版 那中文版有人翻譯了 我現在覺得他翻譯的沒有很好 我自己有維護另外一個版本 但如果大家覺得就是翻譯的不好 那反正可以上來幫忙修 我修幾句格言給各位看 第一個是好軟體起源於開發者的切身之痛 這個如果你是做UX相關的話 這個就叫做User-Central Design 切身之痛以後 我覺得我應該怎麼做我參與的設計 我自己就來做設計 所以這個其實都跟很多現代的東西都還蠻相關的 第二個我剛剛提過了 我就跳過 第三個 不再有趣的時候 當一個project不再有趣的時候 那你的最後職責是找可以勝任的人交棒 這個也是現在很多project在設計的時候 一開始沒有考慮好的東西 他不知道怎麼交棒 那我覺得 下一個講者他們的project很有趣 他們也真的找到人來把他們或會受制的東西也繼續結下去 這個等一下可以聽他們講 再來是臭蟲難逃眾人法言 這個是所謂的Linus法則 就是說 當一個東西我把它的受制全部打開 然後大家都來學習的時候 萬一我有什麼地方躲著錯誤的話 別人很容易去debug出來 臭蟲難逃眾人法言 那接著 這一句話是比較跟組織相關的 他說 若領頭者擁有網路那般的良好溝通工具 而且又可以不用強迫的方式領導的話 那多人一定比一人好 他的前提其實非常非常的困難 為什麼 因為你要不用強迫的方式領導 這個在現在很多的企業裡面不見得真的做得到 那我自己個人在公司裡面我也對這句話蠻有感觸的 下面那句話先不提 上面是一個個人作為管理者的修養 它是很困難的 你要在每一部裡面做一些設計 所以 在做Open Source的情況之下 我自己是學到很多 那後面有一些公眾授權相關的東西 我想應該不見得很有時間講 所以讓我快速跳過幾個 我想要帶給各位另外一個 我自己個人覺得蠻重要的東西 我所處的社群Mozilla 他有做了一個東西叫做Open Source的典型 他列舉了十大典型 他有把各種Open Source的營運方式 然後做了十大典型列出來 裡面這份文件基本有三個元素 第一個是開源對組織有哪些好處 或者說有哪些作用 第二個是多種開源模式的研究 第三個是公眾授權條款的概要 我剛剛跳過的公眾授權條款概要 會在這份文件裡面有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可以去找來看 那我只是想要分享一下開源到底有什麼用途 有一些比較簡單的 比較利他一點的想法 我就很快念過去跳過群 第一個是讓大家覺得自己做好事 所以內部成員總部會有風 然後因為感覺好像做好事 所以你的產品名譽也會變得比較好 品牌名譽也會變得比較好 那產品面呢 你廣泛的接觸使用者 因為絕大部分的情況之下來講 對不好意思啊 Open Source的軟體大部分是免費的 真的大部分是免費的 他用別的方式來賺錢 那所以你可以有機會去更廣泛的接觸使用者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更有機會去吸引到開發者來參與 然後增強你的軟體的品質 這些都是蠻常見 大家對於說Open Source有什麼好處的一些想法 不過我這邊提的 再提出另外兩個我覺得蠻有感觸的 然後確實在我們的行業裡面也真的發生的 第一個是人才 就是你做Open Source 你把Open Source的產品推出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如果假設你做的東西真的有價值 開始有一些開發者會變形過來 像Google其實做了很多這樣的事情 各位我知道說 可能不知道 今天在Google Beauty那邊 有了那個Google Cloud的一些活動 因為要是你們知道你就不來了 我知道 那他們就在用Open Source Project吸引人才 所以吸引開發社群 這是很主要的一個關鍵點 第二呢 這樣你就有人才庫可以用 當你要某一些東西需要擴大的時候 你完完全全第一個想到就先去找 那些社群裡面已經有很熟的人 他們已經用得很精了 我先去找他們 連面試 面試你面試過了 搞不好還被騙 你拉人進來又來拜託 原來他根本不熟 這個不需要 因為社群的歷程都有reputation 然後第二個是市場策略 這邊有幾個點我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第一個是 如果假設那個軟體本身是一個很 很新的男孩的話 那這樣你一開始就先用Open Source的方式推出去 因為Open Source的特性是 它在散步來講會變得比較快 或是自由軟體 散步來講會變得比較快 所以你很有機會在這個領域搶佔先機 搶佔先機 搶佔先機你要幹嘛呢 你的東西就變成標準 而且會是產業標準 產業標準有時候是蠻重要的事情 那再來這個東西就比較簡單一點 我就跳過 那還有一個是建立跟夥伴之間的合作框架 怎麼說呢 像畢公司來講 現在要跟別人合作的時候 有時候要簽一些NDA 比如說宅殺吧 那如果你是用Open Source的方式去釋出軟體的話 那一開始其實都已經被規範完了 還有一個大家在世界上 有好多很多人都知道那個框架可以用 你們合作起來會比較快一點 比較快一點 好 那其他的東西我就且不提 那有十大典型這邊我也就不提了 不過就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蠻建議各位可以去看這份文件的 蠻建議各位可以去看這份文件 這份slide呢 如果你需要的話 我看到有人在拍照 但我要很狠心的把它貼過去 因為這個才是重要的 我有Twitter帳號跟Facebook帳號都是這個 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大概在30秒之後吧 就會把簡報給釋出在網路上面 不要講那麼絕 一分鐘好了 一分鐘了 會把網路釋出 會把簡報釋出在網路上面 那大家就可以直接去拿來用 好 好 這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東西 看一下我的時間有沒有控制的正確 有喔 非常好 那 對 關於問題的話 我們等一下對談的時候再來進行 好了 謝謝各位 快樂 ك